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学习第三册的第22课 Lesson 22 by heart 熟记台词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而且这课书重点频出 非常精彩的课文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Now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110 咱们来看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动作快些 110页 我们跟老师把生词段语先大声读一遍 Run Run Lines Lines Part Part Falter Falter Cast Cast 注意这个单词两个声音 如果英联邦国家一般发a 读成cast 每音中把a 读成cast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 三文后走 Role Role Aristocrate Aristocrate 注意这个词在美式发音中音会后移 会这么读也行 我们再来遍 Aristocrate Aristocrate 两个声音都行 都可以 三文后走 Im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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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t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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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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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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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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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al Revea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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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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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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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 Dim 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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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ed Proceed 好 这是这个书的声词和短语 声词短语比较多 这里面重点词也是比较密集 咱们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演员的台词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Lines Lines 这个词本身可以表示演员的这个台词 但是表示台词呢 在本文中出现了好几个它的替换词汇 也像除了这个Lines之外 我们表示台词 还可以用这个词就是Part 这个词是多译词 它既可以表示台词 也可以表示某人在剧中扮演的角色都行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Part 它表示台词跟Lines是同一词 但它同时呢 也可以表示剧中的某一个角色 如果表示角色的时候呢 跟另外一个词是同一词 就是我们生词表证另外一个词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Role 这两个词表示角色的时候又是同一词 那看看怎么使用呢 我们经常说扮演某一个角色 咱们看一个固定搭配 比如他扮演哈姆雷特这个角色 我们可以用 用he plays the role of 或 plays the part of Hamlet 就好了 那么扮演某个角色 动词咱们常见词可以用play 还供别的动词咱们一会儿会说 然后说play the role of 或者play the part of 把后面角色 剧中人物名字 放到后面就好了 这扮演某一个角色 那么这是台词跟角色相关几个重点词可以记住 相关的是角色呢 我们还有主角啊 配角啊 男主人公啊 女主人公 几个相关词汇 我们先看个剧中的主角 叫leading role 剧中的配角叫supporting role 配角是我支持你 我是绿叶趁您这个鲜花 我们先读一下主角这个词 leading role leading role 好久了 我们再读一下配角 supporting role supporting role 哎 这是主角和配角 还有呢 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 剧中的男主人公 就用英雄这个词就好了 我们大声来一遍 hero hero 再读后面这个词 leading man leading man 哎 这是男主人公 女主人公呢 直接我们可以用女英雄这个词 但是女英雄注意发音 不要读hero音 那可麻烦咯 不这么读的 前面这个字母译要发的 哎 哎 这个声音 后面不是发in 而是发n 因为老师说过 这个短音 不要读一 而是发n 跟老师大声来一遍 heroin 很怪怪的 对不对 再来一遍 heroin 它跟海洛音 发音是一样的 只不过海洛音拼写呢 去掉后面那个字母译 也是读了heroin heroin 而不要读heroin 前后都错了 当然 女主人公 女一号 也可以用后面这个短语也行 再来呗 leading lady leading lady 哎 这女主人公 女一号 这个也行 好 这是指这个角色 那同时的 我们再看 如果是一个电影的全体演员 一个电影里面的全体演制员 大家最后看美剧看大片的时候 出演员表的时候 你发现正中间王八是这么一个字 就是CAST 当名词可以表示一个电影的或者一部戏剧的全体演员 我们大声读一下CAST CAST 同样英联邦国家发R 在美式发A 分别来一下CAST 再读美音 CAST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都可以 注意这个词呢 是一群一群属的 所以如果是一部电影的话 这个CAST 这个词咱们用单数 你看后面的搭配叫一个全明星的演出阵容 这里面用单数叫An All-Star Cast 一个全明星的阵容 因为它是一群演员嘛 它不能一个人一个人数 是一群一群数的 这个是复习 咱们以前讲过 像什么audience 像什么faculty等等等等 像crew也是一群一群数的 今天又看到这个词了 那么这个CAST在这 是名词表示一个电影的全体演员 那下面我们就看另外一个 这个词做动词的用法 也是本文中的生词 就是指派某人扮演某个角色 我们又看到这两个声音 动词名词翻译是一样的 我们大声里面 CAST 再读美音 CAST 刚才做名词咱们看到 叫一个电影中的全体演员 做动词呢 就选派某人扮演剧中的某一个角色 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词该怎么来使用 大家在用的时候不要不得用错 咱们记住搭配 某人扮演某个角色 应该用被动 叫被指派 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可以有两个搭配 第一个叫 Be cast as 他 后面加上角色名字就好了 第二个搭配叫 Be cast in the role of 他 这个role of 刚讲过叫角色嘛 被指派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也行 注意这个CAST 不会做动词 它的一般过去词 过去分词都是cast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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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加异地就好了 咱们开一个例子 他扮演奥赛罗这个角色 因为这个词 表示指派某人扮演 所以得用被动 He was cast as Othello 或者说 He was cast in the role of Othello 他被指派扮演奥赛罗 这么个角色 就好了 看到这个词呢 我们记住搭配就会用了 注意 他用被动 表达中文中主动的含义 因为他指派某人扮演 我们刚才看到扮演 是不是还可以用动词play 对吧 我们再看几个跟他类似的 主动的结构 扮演的主动 这三个词都可以用 没有什么区别 就play 或者用后面几个 大声地加 perform perform act act 我们既可以直接在play perform act 后面加上角色名字 也可以在角色前面加上 the role of the part of 什么什么的角色 就这个的角色 这几个词是可以去掉的 咱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我依然说 他扮演奥赛罗这个角色 咱们指过去的事 一般估计是 你看可以用 he played the role of Othello 可以这么说 he played the part of Othello 都行 咱们刚刚讲过 role和part 都可以表示角色的意思 还记得吗 当然play也可以换成 perform和acted 都行 但是我们一开始把后面的 the角色去掉 直接可以说 he played Othello 也行 但是这个不能翻译成 跟他玩奥赛罗 更不能翻译成 跟奥赛罗一块玩 如果跟他一块玩 叫play with play somebody 是扮演这个角色 咱们记住 剧中 这一会在课文里面 还会看到这个用法 同样的 perform和acted 也可以直接加这个角色名字 这是扮演 咱们记住 有被动 有主动 咱们生活中 就会说 而且用不错 把这个先记住 那么我们再看 主演怎么说 主演 我们有好多种搭配 首先有个习语 咱们看在电影里面 某人主演某个角色 在外国的报纸上 报道的时候 经常有这样一个搭配 叫played lead in played lead in 后面加电影名字 就是主演某部大片 你像我说 Bruce Willis played lead in the sixth sense 著名的大明星 就是这个呢 布鲁斯·威利斯 当年主演过第六感 灵异第六感 这部大片 played the lead in 注意后面in 后面加电影的名字 就好了 主演某部电影 但是某人当主角 主演某个电影 还有一个动词 叫star 这个也行 但这个star这个词 用法就比较灵活了 咱们看怎么用 star做 名词叫大明星 做动词可以被主演 或者由某人主演 大家注意 如果是演员做主语 电影在后面做兵语的话 那后面加起词in star in 就类似于 played lead in 是一样的 我们换一个人 harrison ford starred in air force one 著名的老明星 就是我们看照片的这个 哈里森福特 主演过空军一号 这部大片 可以这么说 或者这个star 还有另外的一首 就是用电影的名字做主语 后面star变成极物动词 翻译成有某人主演 直接用演员做他的定语了 能理解吧 有某人主演 这个时候极物动词 你看我一样可以说 Air force one starred Harrison ford 空军一号 是由哈里森福特来主演的 而刚才那个played lead in 只能相当于star in的用法 他就没有两个方向的感觉 而star呢 它更灵活一些 这是扮演 扮演某个角色主演相关的一些动词 在生活中 咱们看戏剧 看电影是竟然会用到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同时记住就好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不是特别吉利的一个词 叫关进监狱 这个大家一般都不喜欢看到这么一个事儿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imprison imprison 这是个极物动词 叫关押 把它关到监狱里面去 这个prison就是监狱 i am 就使进去 进到监狱里面去了 这个特别好记 但在这不能用i in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后面是字母b 或者字母p的话 那么相邻的一般不用an 而用我们的am 这个词 像我们说 那个不耐烦的 叫impatient i am 后面加字母p 对吧 有时候结合到一块 combine c o m b i n e b和p前面 咱们不用an 而用am 为什么呢 因为b还有p 是发p 嘴唇要闭到一块吧 所以这个m 一闭嘴就发m 不可能发n 因为那个n 是不闭嘴的 所以一定把n变成m 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 imprison imprison 把某人关进监狱 所以这是急无动词 我们可以用imprison somebody 把某人关进监狱 如果他被关起来呢 he was imprisoned 就好了 他被关起来了 还有一个在看报纸用的很多的书面语 我们也大声读一下 incarcerate incarcerate 这个词也是使入狱 也可用主动被动都行 he was incarcerated 也行 他被关进监狱了 这都行 注意这是急无动词 要么后面加闭语 闭语变主语 牢牢实用主动就好了 还有哪些表示使入狱呢 本文中还有一些词汇 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动词jail 大家注意jail这个词 做名词就是监狱的意思 做动词 每名词动用 使某人入狱 当然人做主意也会被动 he was jailed 他被关起来了 这个jail有两个拼写形式 第一个在左边的是美式拼写 右边的是英式拼写 咱们看到美式拼写更不容易拼错 对吧 因为英式拼写容易把它读错 确实美式是改良的拼写形式 我们再读一遍 jail jail he was jailed 就好了 这个被关起来了 或者我们再用send somebody to prison 把某人送进监狱 he was sent to prison 也行 或者用动词put也行 那put后面可以in搭配 send是to put是in 这别弄错了 put somebody in prison 一个是somebody be put in prison 被送进监狱 这个也行 还有我们一个习叫lock up he was locked up 这个人被捕了 这也行 我们注意这个联读 打上去没 lock up lock up 就把他给锁上了 上了镣铐了 表示被捕入狱 这个都可以 在生活中这几个都可以用 那么要被捕入狱之前 咱们得先宣判 你判几年徒刑 要不监狱都不收我 你管几年呢 我心里对我数据才行 你看这个宣判 又是一个常见的表达 叫be sentenced to 这个结构咱们可以看看 be sentenced to 注意sentence 在这不是句子了 做动词叫宣判的意思 某人被宣判什么什么 用被动 注意后面加借字图 注意啊 我们看例子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这个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是这么来说的 咱们看到之后会说了 这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这个无期徒刑 叫life imprisonment imprisonment 就是被关押这么一个状态 一辈子待在监狱里面 就无期徒刑 死刑搭配最简单 直接用be sentenced to death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这个人被判处急刑 被处于死刑就好了 这是这个关进监狱 相关的几个词汇 跟这个判刑宣判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下面我们看看重点词汇 实险录出来 或者做派生意叫揭示了 揭露了什么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又碰到字母v了 又要做什么动作 上牙轻触下唇 发vv这个动作 对吧 再来遍reveal reveal 实险录出来 或者叫揭示或者揭露 你看如果使显露出来 是物理上的含义 前面东西撤下去之后 后面东西露出来了 而揭示或揭露 往往是抽象的意思 揭示的真相 这比较抽象一些 我们看到都可以用它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her laugh revealed her even teeth 这个reveal在剧中用的是 第一个含义 叫使露出来了 这个女孩子呢 这么一笑 使她露出了她整齐的牙齿 就是这个轻起猪唇 当然并不是猪八戒那个猪 猪红色的猪露出了两排 这个整齐的牙齿 轻起猪唇 可要她 laugh 就不说猪唇了 看着别扭 就是这女孩子微微一笑 露出了一排 两排吧 两排整齐的牙齿 even是整齐的 这是实险露出来 可以用它 但我们生活中多数都派生意 把某事揭示给某人 或者揭露给某人 注意这个时候搭配 review something to somebody 这是原来藏着掖着 大家不知道 揭示给某人 咱们看例子 the doctor did not review the truth to the patient 这个大夫呢 没有把事实真相揭示给病人 把前面这个东西揭示给某人 review something to somebody 病人可能得了艾滋病了 得癌症了 没关系 你就拉肚子 两天就好了 review something to somebody 可以这么说 这是结实 注意它的反译词 我们到了后文 就会碰到它的反译词了 完美的反译词 向某人隐瞒了 你看后面也是发 e 这个长音 发音都类似 我们大声来一遍 conceal 李老师说过 这个seal文在清读的时候 不要读con 而是说con con 因为字母无法啊啊 这个声音 然后注意在后面前面清读 大声来一遍 conceal conceal 一定级搭配 conceal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向某人隐瞒了模式 同样 刚才的句子咱们可以改成 the doctor concealed the truth from the patient 这个医生向病人隐瞒了事情 病的真实情况呢 没有说怕病人自杀 就是隐瞒了可以这么说 可以同时记住很漂亮 当然这是隐瞒隐藏 我们再回到重心词 这个review review 就揭示揭露了一个事实真相 但还有一个咱们叫暴露 动词用expose 这个暴露跟揭示揭露有什么不一样呢 揭示揭露是把这个事实真相让大家知道 或者把后面的东西把它使显露出来 物理和抽象含义都行 而暴露一般暗示一旦露出来之后就特别危险了 暴露在什么危险之中 一般都强的有危险 这种暴露 我们大声再读下 expose 甚至我们说这个胶卷曝光了 the role of film was exposed 这就是胶卷曝光了 你胶卷必须在暗示里面 看到光线之后呢 胶卷毁了 所以它也强到危险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soldiers were warned not to expose themselves 这些士兵们被警告怎么样呢 不要暴露他们自己 这个暴露跟他们的揭示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它强调一旦露出来之后 就比较危险了 可能会毁掉甚至死掉 用在这个场合 用它更好一些 好 这是我们看的 迟险露 隐瞒 隐瞒 等等等等相关的表达 咱们可以放到一块儿去 好 下面一组词 我们再看一组 跟看东西相关的动作 这个词 大家可能觉得稍微陌生一点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读一下 squint 首先注意不要读squint 因为这个k 在s后面 我们说s后面 声带一般要震动 特别在中毒的时候 所以这个k 轻轻发生g 这个声音 我们在里面 squint squint 只能瞇着眼看 强到什么呢 强到由于看不清楚 瞇起眼来看 瞇起眼来看 看得更清 有的人说 老师 睁大眼都看不清楚 瞇着眼不更看不清了吗 瞇起眼睛来之后 我们眼睫毛都交叉在一块儿 形成很多小孔 小孔成像原理 可以使眼睛看得更清楚些 李老师小的时候 当时都流行一种小孔眼镜 就置近视 我们就都不带近视镜了 戴一个眼镜 前面两个小黑片扎上眼儿 戴上一看之后 确实看得清楚些 大概是这么个原理 总而言之 瞇起眼睛来费力的看 是这么个意思 怎么搭配呢 第一个搭配 如果费力的在看某个东西 瞇起眼睛来看某个东西 叫squeen at something 或somebody 瞇起眼睛来看 这个人这个东西 放到后面就好了 对吧 还有本文中 就是瞇起眼睛来这个动作 叫squeen one's eyes he squint it his eyes 他瞇起了双眼 这后面用某人的眼睛 做避允野形 这时候就急无动死了 squeen 两个搭配的都行 总之他强调 对象呢 瞇起眼睛来这么一个动作 尤其强调 因为这个光线太暗 看不太清楚的时候 咱们用这个动作 还有呢 我们说费力的看 本文中有个书后题 考到它的一个同义词 就是peer peer 也是表示因为看不清楚而费力的看 大声那边 peer peer 后面借词搭配一样 peer as something 费力的在看某人某个东西 都可以 但是不要搞混了 它有两个行进词 但意思完全不同 这两词都是表示偷窥 就看你不应该看的东西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eep peep peak peak 咱们看的规律 后面都是跟at搭配 但peep和peak 一般反正偷窥 就是你看 你本不应该去看的东西 叫偷窥 也是一种看 后面也确实加at 那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leer at 这又是peer的一个行进词 刚才这两个是吧 最后一个字母变一下 这是把第一个字母pe换成l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leer leer 后面也要加at 这个表示什么看呢 这个强调的色迷迷的看 对异性不怀好意 色迷迷的在看某人 再看个例子吧 he was always leering at female members of staff 这个人总是be always doing 大家还记得在第二个讲过 令人讨厌的老是做某事 他总是色迷迷的盯着那些女员工在看 咱们讲过staff 叫一个单位全体员工 总是色迷迷不怀好意的 这么在看 叫leer at 这个也行 你看这几个 好像后面读一下at 在这有区别了 我们看到glance 后面开启at 表示匆匆的看一眼 浏览一遍 就是并不是很专心的看了 匆匆过一遍 浏览一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动词 glance glance 当然李老师还用的美式发音 如果是英式发音 前面发啊这个声音 但不要读glance 你要读glance 又是舌根动了glance 因为中文中文 这个音呢 斗指昂扬 这个后浪推前浪 所以读了glance 中国人出口 但在英式发音不好读 前面发啊 但后面舌根不动 是这么读的 大家提一下glance glance 特别别扭 你看an an 向啊 又向安 介乎于这两个中间的一个声音 先发啊 嘴闭下来之后 舌头不动 在那边 glance glance 而不是glance 从声音还是不一样 确实中国同学读美音 更好读一些 美式发音简单多了 在那边 glance glance 后面还得加at 就要匆匆地看一遍 浏览一遍 但还有一个词 跟它类似 咱们叫无意中一眼看到 一眼瞥见 一眼看到 不是我主动地去看了 你看匆匆地看浏览 也是我主动想 去看嘛 这是无意中一眼瞥见 咱们大声度下 glimpse glimpse 注意这个词是急误动词了 he glimpsed the thief before he vanished into the crowd 在这个贼消失在人群中之前 他一眼看见了这个贼 这个时候是急误动词 为什么呢 你看发现 凡是表示看到的 而不是主动去看的 一般来说都是急误的 正如大家知道 要去看叫look at something look加at 但看见呢 叫see something see 后面就同样是不加at 这可以同时记吧 这无意中一眼看到了 看见看到 这次确实 后面不加at 所以咱们发现有规律 这就好记得 我们在复习在第六课讲过的 另外几个看 大家还记不记得 比如第一个叫gaze at 我们在第六课讲过 什么叫gaze at呢 大家还记得 叫做充满兴趣的凝视 充满兴趣的 看得出神了 那还好看啊 看得出神了 定定地看着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词 慢慢来 gaze gaze 这当然是主动地看 后面还在加at 还有一个咱们第六课讲过的 叫瞪大眼睛在看 双眼睁圆了在看 再来遍 stare stare 后面还是加at 还有一个叫做张着嘴傻看 因为这个东西 太受我们惊讶 张嘴看啥了 用这个词 我们再来遍 gaze gaze 这个好记得 因为字母p就好像下部壳拉长了一样 张着嘴傻看 还有一个怒目而视 大家记得吗 叫glare at 用这个词我们再来面 glare glare 咱们发现规律了 这些主动地看 一般来说 后面都加这词at 而看见看到 这些罕语 一般来说是不加的 这么记就方便多了 好 这个词我们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古代的一个 在古语中常用的 陛下或阁下 这么一个尊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ire sire 它有两个发音 英联邦国家呢 后面就不卷舌了 这么读 sire sire 美音中呢 都能是sire sire 都行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是对王室成员的 这个尊称 yes 是的 国王先生 对王室成员的尊称 包括国王啊 女王啊 王后啊 王子啊 什么王二大爷 等等等等 这个都可以 王室成员尊称 当面说 哎呀呀 陛下 本文中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陛下还有一个当面 对王室成员的尊称 说 Your Majesty 这个大家可能背过 也表示陛下 一般都是这个国王啊 或王室成员的尊称 当面叫 国王陛下 您好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词 Your Majesty Your Majesty 叫陛下 一般在陛下 国王就站在你面前 哎呀陛下您好 陛下您吃了吗 我们这个当面说 叫Your Majesty 但如果要是 但在别人聊天 聊到国王陛下 称谓的是尊称 咱们正会 这个这么称谓也行 我们大声里 His Majesty Her Majesty 这就看着男女了 如果这是国王呢 叫His Majesty 如果这王后呢 或公主呢 叫Her Majesty 就行了 这是不是当面了 国王没有在这 我们聊天 跟聊到国王 表示尊敬 你知了吗 国王陛下 昨晚跑度拉西 我们这个国王陛下 谈到他了 叫His Majesty 就好了 这是陛下 但这种尊称啊 特别多 咱们还记得 以前我们还有一个尊称 叫Lord 这一般是贵族啊 什么大主教啊 或者大法官 这个尊称 注意这也是要大写的 包括M 这个My里面的M 还有Lord L都要大写 我们大声都叫 My Lord My Lord 同样的英国人会读着My Lord My Lord Yes My Lord 是的 这个陛下 他一般呢 不是王室成员 一般都是贵族啊 就我们说的公侯伯子男 这种贵族 还包括什么 这个什么法官呢 什么什么 大主教啊 这个尊称 叫My Lord 还有一个比较尊敬的称为 这一般是对高级政府官员的尊称了 叫阁下 我们大声来读下 Your Excellency Your Excellency 这个咱们一翻译成 翻译成阁下 这一般是当面称为 就您站在我面前 阁下 您早啊 阁下 Your Excellency 而且这个一般都是对政府官员 尤其是对对方的大使 对方国家的大使来什么来说 就这个阁下 还有呢 如果不是当着他的面讲 聊天聊的这个人了 我们说这个阁下可以用他 男女呢 用his和her分开 我们大声读一下就好了 his excellency her excellency 都是指阁下 大官尤其指大使 这种官员 这是一些尊称 咱们可以顺便放在一块儿记住 好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重要的五星级动词 叫继续做谋事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roceed 叫继续做谋事 注意啊 PRO在这里动中 propropro 后面一是长音 所以重音在后面 大声在里面 proceed proceed 继续做谋事 但是这个动词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它跟搭配不同 含义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这proceed后面有长期两个搭配 第一个是proceed with something 第二是proceed to do something 这两个搭配含义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搭配 proceed 如果后面加with 表示继续做同一件事 这个事情前面有中段 下面继续做这事 我们说 let's now now let's proceed with this lesson 我们下面休息之后 继续来学这个处 就继续做同一件事 而这个后面proceed加to do 表示继续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事已经完成了 我们继续做下一件事 我们经常说 now let's proceed to learn the next lesson 下面我们来继续学下一刻处 这个时候用proceed to do 这个特别类似什么呢 特别类似咱们中学老师特别强的 go on with 和go on to do 也是继续吧 go on with something 表示继续做同一件事 let's go on with this lesson 我们继续学这个书 go on to do 继续做下一件事 这个事已经完成了 我们接着做下一件事 let's go on to learn the next lesson 场合是类似的 本文中也出现go on了 但本文中是go on 这俩搭配都不是 本文中是第三个搭配 go on doing something 这注意更讨厌了 go on do a home job doing 意思是表示什么呢 叫不停地做模式 反复多次的持续性的 不停地做模式 go on doing go on with 继续做同一件事 go on to do 做完了继续做下一件事 go on doing 表示不停地做模式 这几个特别人搞混 把它记住 还有期许 continue 既可以加to do 也可以加doing 这两个差别不大 都表示继续做这一件事情 这个事没完成 咱们继续来完成 也是表示同一件事 还有呢 carry on 也行 carry on with something carry on doing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继续做模式 但这两个一般都强调 继续做同一件事 这个事情没有完成 未尽的事业 咱们继续把它来完成 也就是这一屏幕 咱们这四个都可以表示 继续做同一件事 中断之后 继续把这事完成 就好了 一会儿中 咱们的课文中会看到 go on 和proceed的一些特充法 到了课文中 再详细来看 好 22课 咱们重点的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学到这里 再详细